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实告诉我 疫情期间你到底外带了多少食物 不过现在已经开放内用了 不过会不会你的心里面 还是稍微有点怕怕的呢 就觉得说 会不会有一点风险 但是今天亚里要化身 最严格的防疫员 告诉你像是一个人吃的餐厅 或者是跟情人一起吃的餐厅 或者是全家一起吃的餐厅 他们是怎么样严格防疫的 怎么样 交给我吧 干杯 在疫情期间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助餐 会不会有一点又爱又怕呢 在这里才可以吃得到 非常均衡的餐点 但是心里面又在想 他们有没有做好防疫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家 非常严谨做好防疫的自助餐 到底长什么样子哦 吃脱冲桶擦有没有 内外夹工大力外 全部都做好 脚筋消毒一下 你看 他们的座位内用区也跟我以前来的时候不一样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的座位 然后每一张桌子呢 上面都有画叉叉 就是梅花座 在这个标准座位流程上面 每半个小时 就会消毒一次这些隔板 那如果每次有客人用餐完之后离开 他们就会再度消毒一次 是不是非常贴心啊 所以像夹菜这个夹子啊 以前可能会重复使用嘛 然后现在呢 他们也是一次性使用完之后 马上会经过清洁消毒之后 才会再让其他客人继续使用呢 可是你看 整个餐台上满满的都是菜耶 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用心 就是用力的做好做满 推诉这件事情绝对不能马虎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上次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上面这个 遮口水的罩子 也是因为疫情急渐之后才有的 的确 我觉得这些小小的措施啊 都会让人来这边的时候 比较放心 114 114耶 好便宜 长久以来的 第一次店内用 记得哦 一定要坐到你的位置上 才可以把你的口罩拿起来 好好来享受一下我的食物 我一边吃看到其实来取菜的人 真的络绎不绝 我觉得慢慢有一点复苏的概念 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子 用行动支持店家 这样子就对了 刘师傅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啊 对于我们店里面的影响 应该蛮大的吧 超级大 非常的严重 剩好两层而已 对 整个的来客处 营运状况 其实我们也很难地经营下去 而且在疫情期间 你们也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有 带用餐跟一起住宿餐 带用餐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董事长跟他有朋友一起 响应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这些爱可以一起交流下去 提供给需要的人 都会持续地有人捐款 对 直到捐款任务的为止 那一起付出的话 就是需要上网去登记 那它跟带用餐的意思是一样的 会有人捐赠 对 那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上去登记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给 假如说你跟三五好友 或者是跟你喜欢的人 想要有一个非常悠闲吃饭的 时光的餐厅 他们的桌子跟疫情期间 是一样多的 现在除了有隔板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叫做梅花桌 就中间的这两个桌子 是不开放的 之前来的时候 我没有真的好好坐下来吃饭 但这一次我来体验一下 他们重新内用之后的单点 这个是照烧天背饭 那以前这里有套餐 不过现在都是用单点的方式 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很多耶 像我自己呢 我如果要做的话 我也觉得好像要让天背入味 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没有关系 你知道在家店 他们在疫情期间 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他们非常贴心 现在你也可以把这个好吃的天背 做成料理包带回家 很厉害 很不错 有吃 还有够够 台语蛮标准的吧 还行吧 是这样子的 在疫情期间我要跟大家说 我都没有打工的机会 就是因为原菜蔬食座 疫情期间都只有做外送 像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有 在做栽培的网站 那我们网站上呢 就是会有一些我们的料理包 我们就推出了很棒的臭豆腐 红炒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里面还有橘皮 橙皮去熬的 除了臭豆腐之外呢 它研发了什么 像吹饭啦 六月底开始上市的新的 新的料理包 这个是豆乳生吐司 那这是我们七月底开始有 贩售每个礼拜限量30条的吐司 我是用手拍的脱气的方式 所以不是完全脱气的方式去做 所以它质感口感会比较软 然后水量是85% 所以汗水量蛮高 所以在操作上也会比较困难 而且我觉得纯植物的面包跟吐司 可以做到这么松软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力 松松软软吐司长得是不一样的 纯植物的好不好 不含淡奶的 居然可以这么软 是不是这里 所以你们真的在疫情期间 做了很多努力 比较大型的餐厅 我觉得比较不容易 就是它要转弯 可能也要花比较多时间 可是像你们这种中型的餐厅 就变得很灵活 你可以马上做这些料理包 然后用你的网路去跟原来的 喜欢你们的人连结这样 这一家舒适的港式饮茶 其实我来过非常多次 之前的座位非常非常多 可是现在你看 在疫情期间 他们的这个座位之间的距离 我来算一下再多远 1 2 3 4 大概 基本上大概有超过1到1.5公尺这么远 可是你看他们的隔板 这样四面的 就是如果你是在圆桌吃饭 你要跟你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并不会挡住你的视野 就左边也看得到人 右边也看得到人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棒 吃港式饮茶最重要的仪式感是什么 就是喝茶 对不对 然后在这家港式的餐厅里面 他有准备了三种套餐 一个是六百八八一千的 主菜在这里 主菜非常特别 大家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是 港式炒盒粉 那他可以有炒饭炒米粉跟炒盒粉三选一 那六百最特别的是 他把他这家店非常知名的这些小港点 做成是一个这样的餐盘有七种 然后你可以一次就吃到 像我自己来到这家店 我一定要点的就是什么 萝卜糕 萝卜糕真的超好吃我超喜欢 这家店非常特别的是 他把这些港点 放在这个可回收的玉米餐盒里面 就是希望大家 这些菜如果你吃不完 那你就可以外带带回家 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贴心 他的萝卜糕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外面是脆脆 然后里面是松松软软的 然后搭配上他 他特制的那种辣椒酱油 Yes 就是这样的心情 不用形容了 然后还有他的炸萝卜丝饼 这个呢是来到这边一定要点的 你知道这种心情是一种很 混杂的感觉吗 就這三個月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吃 外送到家裡的食物 還有那些自己做的 你已經有完全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料理 然後加上冰箱裡面拿出來的防疫料理包 我已經非常感謝了 可是可以在餐廳裡面吃到這樣熱騰騰的食物 同時想像著我的好朋友坐在那裡 一邊吃然後一邊跟他聊天 你可能覺得我太誇張 但是我的心情就這麼澎湃 知道嗎 在疫情期間儘管你們的收入也是有影響 可是你還是很佛心地賣便當還賣得很便宜 為什麼要這樣子 在疫情當中有很多師兄 師姐 愛心人士 他們看警銷人員跟醫護人員那麼辛苦 那他們都去慰問 那我就是他們來出材料錢 封本錢 我們來出人力 物超所值 做很營養的飯盒 希望給警銷人員跟醫護人員打氣 讓他們有體力來救大家這樣子 說實在 我們跟大家一樣也是很辛苦 我們最主要是要推廣舒適 這個目標之下 所以我們的出發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盡量還要維持營業 讓大家能吃到素 而且疫情必須在吃素之下 我想才會更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1000元的期間限定套餐 是一般的時間你來這裡吃不到的 是主廚特別推出的 它是用上菜的方式 所以它的倒數非常多 10道菜 一樣是可以選 假如說你是全素 或是淡奶素 你都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素別客製化的處理 那其實在疫情期間 我知道很多素食餐廳都撐得蠻辛苦的 然後也有很多老闆 最後不得已非得選擇停業 在這個開始內用的這個過程呢 假如說你心裡面有一點點不確定 我們希望在這一集裡面可以告訴大家 在餐廳裡面做的防疫 如果它做得非常好 包括它的消毒 它的隔板 如果都做得很好 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出來吃飯 然後你出來吃飯不只是讓你自己有一個比較放鬆的空間 可以跟你喜歡的人 跟你的親人有一個交流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讓素食的這個產業 有一個深深不息的未來 真的不希望所有的店因為疫情期間都消失 那麼台灣的素食風氣又要再重來 這樣真的很母湯喔 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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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